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欠本君之情 也是时候该偿国 天后是要 牺牲凤族族人 时至今日 已经还在颠倒是非 六万年前便是你对于 我 妖神并未恢复真神之力 但他迟早会找上我为月迷复仇 变得更惨 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日前 仙妖两族在罗刹地开战 妖族人口口声声说 其族人被我天宫掠走 其先 夏军只是当他们信口雌黄 以此挑起事端 但在一偶然奇迹下 夏军在仙界某处 发现了这些 理应被关入天牢的战坟 各个四川可不 灵气枯竟 形容枯高 魔忌 雖然魔神在六万年前被众神消灭 可人间怨念煞三七皆可承磨 倘若这战犯 真的是从我天宫走势 那这人定于天宫脱不了干系 董华 此事非同小可 还没有查清楚之前 不得泄露 天君放心 夏军定当守口如瓶 什么 天帝却来让剑儿打理凤族 天后 凤族是您的心血 但二殿下也是您敌亲的人 由他打理凤族有何不可 属下多言 告诉你也不是不可 本君有些秘密 藏在凤族梧桐林中 不想让剑儿知道吧 本君让你利用妖族兵将 你做得如何 一切按天后吩咐 此灵丹内有大量妖族兵将的灵力 可助您净化魔力 都怪本君一时疏忽 竟然让魔器进入体内 一步错不步错 如今之计 只有通过吸收仙妖大量的灵力 来净化体内的魔器 天后放心 属下定会为天后寻找更多灵力 自本君打理凤族起 没有一天不尽心尽力 这六万年 无统林在本尊的庇护下 族人无不对我歌功颂德 他们欠本君之情 也是时候该偿还 天后是要 牺牲凤族族人 凤族存世十几万载 从来没有人有过本君的地位 若本君坠魔 族人蒙羞 凤族再难立足于三千 比起尊荣 区区几百条性命 又算得了什么